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下一组出场的同学有请 好 两个小帅哥来了 大家好 我是李思松老师班级的张泽宇 欢迎泽宇 大家好 我是初心老师班级的景丽文 欢迎丽文 两个小帅哥啊 叔叔 这一次一起上课彼此的印象 感觉很开心 然后景丽文把他的感情都唱出来了 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张三的歌 知道这首歌出自这部电影吗 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 对 那我要问你 你们心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你们会怎么描述呢 我觉得我爸爸就是很勇敢 然后还很幽默 然后他还是个大力士 他还很孝顺 我爸爸高大威猛强壮 高大威猛强壮 帅 其实也不过一米七鸡 然后也很坚强 你的爸爸什么样的事让你觉得坚强 我爸爸自己开过的场 创业期的话不是比较艰难吗 就是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困难 在十一岁以前他也很少回家看 看我 那岂不是陪你的时候就很少吗 对对对 渴望他陪你吗 渴望 渴望到什么程度 他要是能陪我说说两句话的话 我差不多可以一夜不睡觉 就是 就是爸爸连陪你说两句话的时候都没有吗 很少 这个我很惊讶啊 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有个建议 你说 两位同学 他们跟爸爸在一起做过的一些快乐的事 快乐的事 寄到什么就写什么 我发现这个 你别不高兴啊 立文 我发现泽宇选择的或者说写到体板上的这些跟爸爸在一起做过的快乐的事 要比你的质量高 看到你写了一个家庭聚会 就泰爷爷你们一大家子人聚会是吧 对每周六 然后我的姥姥姥爷 然后二哥老大哥老 他们都来我家吃饭 我那天不是去他家吗 就刚好就碰上他们家庭聚会嘛 所以我就感受到他们家里的那股 非常温暖的那种银居 我在家吃蛋炒饭 你在家吃蛋炒饭 你们家里没有聚会啊 没有 我生日他也很少会帮我聚过 好像也有四年时间 我没跟他已经过我生日了 那煮意大利面呢 煮意大利面就是我爸也会给我煮意大利面 我只煮过方便面 只煮过方便面 你看泽宇还写了说一起拼乐高 天天陪他练琴 小时候会背他 这都是他说的他最快乐的事 你都没有吗 难道 没有 没有 都没有啊 大部分都没有 我们现在每人说一到两个 未来或者明天 最希望跟爸爸做的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我想跟我爸聊天 然后去娱乐场玩 好 那泽宇呢 以后想和爸爸做的事 其实就是平常生活中做的 好的 心里想着自己的父亲 无论为什么 无论什么原因 他们可能都是为了这个家 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要带着这样的情感 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唱这首歌 可能对这个歌呢 就更加地理解了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我们一起齐全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下每一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 我希望跟景丽文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 希望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释放一些内心的什么东西 你是觉得委屈还是觉得 我对这首歌很敏感 很敏感 对啊 就就是觉得心中有一点的这种感觉 就是会控制不住自己 就你对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很敏感 对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 那你能不能很坦率地告诉我 你跟你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陌生了 你有没有把这种情感告诉他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也想说 你也想说 但我没机会说就说 没机会说 对 为什么没机会说呢 比如每天我计划就今天晚上就跟我爸说的 然后又是正好又是那天 包括今天晚上就加班 然后就又错过去了 对 然后隔天我也不会再想再想的去说这句话 我希望你要更勇敢一点 这个没有什么 那是你最亲的人 你的父亲啊 我深信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 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没有任何事比孩子的成长更重要 在这特别想给这个立文的爸爸说一句话 就是答应我们以后 无论再忙 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的儿子 多一些时间跟自己的孩子谈谈心 可以吗 可以做的 接下来 此时此刻 你有什么想对爸爸讲的 立文 在唱之前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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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有点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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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勇敢一点 就像老师昨天跟你聊天的时候说的一样 啊 有什么东西 勇敢地表达 好吗 你不表达 谁能知道你内心在想什么呢 好吗 不知道说什么的话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可不可以不算这一次 我觉得爸爸还是没有放下那个所谓男人的架子 眼前是你的儿子 我想儿子走到你眼前的时候 带着这样一种情感 我原本不要当着面这样说 但是呢 我是觉得真的 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动作 是可以 是可以 可以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 爸爸可不可以很平等地对待儿子 当儿子走到你身边的时候 请你起身拥抱你的儿子 可以吗 现在爸爸来拥抱你啊 立委 在十一岁以前 他也很少回家看我 他要是能陪我说说 说两句话的话 我差不多可以一夜不睡觉 我生日他也很少回帮我去过 好像也有四年时间 我没跟他一共